小老鼠 其实 怎么知道呢 非常简单 就是可以从问题一里面 比如说我们刚刚不是格式化 按右键 格式化 出称格式 那你如果原来是通用的 你把它改成文字 之后呢 再制定一下 上面是不是有个类型 类型就是会有一个什么 有个小老鼠 那也就同理可证 就是说以后 假如你要在VBA里面 做任何格式的话 就都可以 怎么样呢 比如说你现在文字里面 假设像日期比较复杂 比如日期这个日期好了 制定一下 上面不是也有吗 其实你就可以怎么样呢 把上面这一串 复制贴过去 它就会按照你的格式 去跑出你要的结果 OK 所以我刚刚有多 补充了一个这个东西 就是Lumber Format Locate 这个那就放在这个储存的点的后面 那给它一个格式 这样就OK了 也就是如果说你增加这一行 那你刚刚忘了做什么 忘了做格式 比如说原来就通用 你按确定 你这一栏的话原来是通用 你就把它改回原来通用好了 然后呢 资料部分 假设重跑 刚刚 这边假设说我这个资料 假设把它删掉 比如说这边 把这个资料重新删掉 然后让它重跑一下 那这个地方还是通用 如果说我今天 我来跑一下这个程度 如果说今天我这一行不执行的话 假设我不执行 这一行先把它注解掉 不执行的话 会是这样子 可是如果我执行下去的话 这一行不要注解 按执行 你会发现就会正常 就OK了 就是多这一行 那这一行的目的就是说 预先帮你做什么 做格式化 预先帮你做那个 出现格式的设定 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是流水号 OK 那完成之后 等一下各位也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 刚刚我同学马上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今天呢 我希望 我希望呢 假如我今天选了其中一个的话 后面的数字 要自动的 后面的价钱部分 要自动根据什么 根据前面的选的东西 而去变更的话 那方法当然很多了 如果我要用函数的方式来做的话 那怎么做 后面是函数哦 在这边